孩子挑战啊 这狗狗最喜欢的事情 上 上 上 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佐伦丹 我们都知道警犬是警察的好朋友 好帮手 在案件侦破与现场搜救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一只汪汪 经过怎样的训练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警犬呢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阿克苏地区公安局特警支队警犬所 这边呢是我们的郭警官 现在我们就跟他一起去看看我们的警犬是如何训练的吧 好的 走 现在过去看看我们警犬的间别训练 间别训练其实就是气味分化 比如现场的嫌疑人遗留的足迹 或者东西是吧 通过警犬的间别就可以断定是不是这个人 他如果对这个气味反映了就有可能确定 现场遗留的气味是他保留的 行政犬和我们一般的这种治安犬它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犬就是困难的 主要的修炼就是顺着嫌疑人的寄宪追踪 追踪嫌疑人的物证 郭警官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扑咬这个项目 扑咬也叫防暴犬 或者叫治安防犯犬 它主要的就是以羞母性的对犯罪嫌疑人锁定的目标进行扑咬 那行政犬它是不是比我们一般的治安犬要训练的时间更久 或者难度更大一些 对对对对 治安犬要相当于这个途中生 它最少是个高中公司大传一样的视频 时间要长 一般情况下要训它训多久能够达到很久 一般最少在半年 快的肯定就四个月 我还是非常害怕的 但还是要体验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行政的这种力量 追追追追追追 走完后面一退 你这样 上一步 坐 好 不要开始了不要再弄了 不要再弄了抓住 抓到前面这个链子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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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它的劲非常大 好可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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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精犬都有哪些方法呢 主要是诱导 奖励 静止 强迫 这四种手法 就是我们常用的手法 摸下 哎 这个是诱导 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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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摸 好 屁股 抓 摸下 好 看 这就是带点强迫 静止就是纠正它那个坏毛病 它训练的时候想跟狗狗去玩去 见到鸡鸭鵝 它去追 那都不行的 我们都要静止 不让它去干这事 它要有自制力 自我的自制力 控制力 你看 我不让它去 它看到了 就不能去 来 来 来 训练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的犬 它是一只搜索科目的 搜毒 搜报 血迹搜索 地震的时候 搜人 它和行政犬的训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它行政犬有相同技术也有不同的地方 行政犬它搜索的不固定 它搜索是固定 它的类型就是 就是那几种爆炸物 行政犬可能今天是这个人的气味 可惜明天是那个人的气味 它天天在换 但是它这个气味就不用换 就那几种它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既蒙 还有蒙 对我们自己内部统统非常可爱 所以一旦主人的指令一上来 那就它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这两条最基本的 对人的要求 对人的要求 其实训犬对人的要求让我认识非常高的 首先人的不怕苦不怕累 还要爱学习 善于学习 情于学习 你别看这个训犬这一门课目 它要有很多的综合知识 权的行为学 权的心理学 人的心理学 你训犬谁要把自己搞好